在新海爭霸的世界裡 多線進攻是一項高超級好 但說不定絕不會多線把妹喔 各位歡迎來到我們TSO之間 在新海爭霸的一個項目 我是Soy Rush 我是Jermaine Stone 你拿來的自信 你剛剛在比賽開始前 不是還在用LINE 然後貼了一個愛心給一個妹嗎 不是 我是貼給你 不是 我看到是一個妹 我一直在猶豫到你該不會講這個 但是我後來覺得 我今天再不講未來沒機會了 趕快還是講一下好了 好了 我們這邊今天是母親節 我們跟所有的母親節說的 母親節快樂 辛苦你了 那Jermaine有沒有想要跟我們說說 有 那個媽雖然今年紅包比較小包 但是我會認真的在未來賺錢 我愛你 好了 那我們這邊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一個對戰 好 先來看一下我們例行賽的一個賽制 那一樣請我們Jermaine再講一次 好的 那我們進行的是這個 Round 2的小組循環賽 會分別進行B組跟A組的比賽 那一樣是都會各打兩場比賽 那如果某選手A選手他兩場比賽都獲勝了的話 會得到積分3分 那如果是一勝一敗的話是1分 那如果兩場比賽都輸的話呢 那就沒有積分了 那地圖的話呢 會先用聯盟來先抽第一張地圖 那之後再來這個敗者選途 那一樣是有一個升降制度的 前六名會保擊到下一個賽季 那其他就下放到挑戰賽 對 沒錯 所以所有選手都好好來加油了 那這個賽之後是會進行季後賽的一個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今天的一個對岸組合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由於剛 炎德燕 上一個賽季賽 表現是非常非常猶豫的 對 另一賽的一個成績是第二名 那季後賽的部分的話 是很難輸給了Abo 來 看到Slam這邊 對 這邊是居住的Slam 劉彥晨選手 一樣是重組的選手 今天的選手衣服上都很便宜 是一個康乃馨 對 因為今天是母親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是一個戰績的部分 Slam這邊是13勝9敗 看到打重組的一個勝率是60% 60%的一個勝率 那由於剛炎德燕這邊 是8勝7敗 那打重組也是不錯 55.6%的一個勝率 對 都是超過一半的勝率 對 那Slam在上一個賽季 最後是輸給了Slam 對 最後輸給了Slam 對 但是取得了一個相當相當優異的成績 是第三名 Slam最近的狀況我覺得相當不錯 所以是期待他的表現 有一次看到那個照片 蜜酒彌星 有殺氣 對 殺氣以後存在 那個應該是照片保留最久的一個選手 對 是不是 好像去年還前年就看到的照片 對 聽說自從拍過照之後就是 這輩子一直拍不出這麼有殺氣的照片 所以就只好繼續使用 對 好 那這邊的話 兩位選手使用 對 第一張地圖是星星S 對 星星S 那今天第一場比賽 依舊是一個重組內戰 不過其實我想這一個台灣職業電競的重組內戰 越來越精彩 包括昨天這個AK跟弗萊達的兩場 這個重組內戰 其實也是非常多亮點 那在這一季的這個Round 2的賽制當中 當然賽事也比較多了 不是像上一季稍微比較衝出一點 對 這一季至少只有兩場可以看 所以其實也有滿多 我覺得應該會更有機會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戰術了 對 所以其實像昨天的話 昨天兩場最後都是一勝一敗做收 對 一勝一敗 對 那其實就是當輸掉的時候 我們好好努力一樣有機會拿回 就是最起碼一分的一個機會 對 對 對 所以其實像昨天都是一勝一敗的話 第一場這個假設A選手獲勝 其實看B選手這樣子上訴的過程也是滿過癮的 對 沒錯 我們昨天看到兩位選手後來的表現 其實都是看得出來其實兩邊 昨天四位選手其實實力都是非常多的 對 實力相當 所以其實來回拉扯也是相當精彩 對啊 昨天還重打重還打到快200人口 對 重打重 而且昨天AK重打重 兩場夾起來出了爆我們20隻的後蟲 對 應該也是 我們剛剛就其實在母親節看到還有上來 特別跟母親節 母親說的母親節快樂 對對對 我們今天也特別聽說錄了很多個 每個選手都錄了很多這個母親節的一個特輯 我想這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我們職業電競 除了讓大家看到說打電玩 不但可以成為一個職業之外 就是一個很正當的職業 所以在母親節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大家看到說這些選手都還是保有赤子之心 對於母親對於父親 其實都是會有這個感恩的心 對 而且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今天剛好面臨一個賽事 我們在跟選手聊天的時候 就有選手跟我提到 就是今天他沒辦法回去 因為可能住比較遠 有選手住澎湖的 不會有太重 那這段的話 他一樣在電視上 跟自己的媽媽說個母親節快樂 對對對 所以其實 我想應該選手 包括選手還有我們賽評主播的這個母親 應該都現在坐在電視機前面看著我們 對 沒錯 那這個比賽應該是準備要開始 在新線上面的一個重打重 等一下就來看這邊 驗隊Slam的一個較量 兩位選手應該都是現在重組 算是真的都是手虛指的重組 實力前幾強的一個重組選手 所以其實我個人是很期待 待會兩位選手在前期雙框這個 如果有出現獨爆狗的前期這種微操 甚至是出現到三框之後中後期這個表現 好的 比賽開始了馬上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點位了在畫面中 1點鐘方向的紅色衝突選手 是遊藝鋼鐵人的Yan 紅色衝突選手 那他對上的呢 則是在畫面中7點鐘方向的 藍色衝突選手橘子熊隊的Slam 地圖是星星S 是一個兩人點位的地圖 對 因為地圖很小 所以這邊的話 是不是會出現一些戰術 我直接補到了第10隻公兵難道 這邊是Yan 補到了第10隻公兵 對 補到了第10隻公兵 究竟 究竟 有沒有要來兇了 現在存了100多 還在存 還在存 來了來了 150了 這是一個10滴 對 這個存很久 等一下就是來猛烈的進攻了 對 10滴 那這個是看裡面的地方 賭到10年來裸霜 這邊的話 Yan這邊直接來打了個戰術 在Round 2的一個比賽 第一回合採用了一個10滴的戰術 不過剛剛順便也提到 這張圖因為相對比較小 所以其實10年也有可能是玩狗開 對 有可能會為了防守 就是怕剛好被對方打到一個正招喔 對對對 現在10年補到14隻 會不會下狗池還是裸霜呢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點 我們來觀察一下 對 補到14 15 超過200塊的話就要代表他要 公兵 公兵走 公兵走遠 公兵走遠表示人也要 哎呀 這個 哇哇 這個公兵走遠了 代表人也會很危險 好 我們來 好 我們來為這個惡況 末哀10秒鐘 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被打掉 還沒有被打掉 我們等一下來看 說不定等一下 10年一個神操作 那個神操作喔 對 一個神操作 我們就要轉向為我們的 燕來莫愛了 好 那這邊等一下我們先來看一下 六條狗 隱形 這個是很 這個時間點 六條狗 而且這張圖就相對比較小 所以第一時間 六條狗很快速的 可以來到10年的基地 來做叩門 那10年因為做一個裸霜 所以前起10年的狗 還有一陣子在看到 現在10年有沒有看到 這六條狗呢 應該看到了 對 現在看到了 好 現在10年隨時的 要準備來做防守了 對 到底有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這邊的話 家裡面的副話值 才到一半啦 喔 才到一半 對 這樣子還要2、30秒 這個狗才會出 才會開始生產喔 對 這邊的話壓力其實非常非常大 那我們看到燕這邊是 還在補喔 燕這邊還在補他 補了一七條跟你八條 對 他直接到後面直接補出來 直接來咬 那這個二框會不會取消呢 對 這個有沒有拉公兵 公兵不拉就是要取消了 公兵不拉就是要取消了 公兵不拉就是要取消 公兵沒有拉 沒有拉 好 那就是要撐到最後了 把主堡取消 1、2、3條 好 還往外走 非常非常聰明 還是要拖一下你異化蟲的這個時程喔 對 那現在十年馬上就補出六條狗了 對 那 這邊的話我們看到燕家裡面 已經開始補攻兵 已經開始補攻兵了 我們俯王蟲 這邊在縮 這邊很操作 包得不錯 對 這邊 可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燕這邊還是往右邊拉喔 對 這一隻王的追 這個後蟲追非常非常出來 整個追出來了 對 還在打 所以在這邊燕的異化蟲還在十年加重跳恰恰 不錯喔 而且重點是燕家的二礦也開下來了 對 現在燕這邊的話 是完全是處於一個優勢的一個狀況 而且燕的農民數 其實前面打一個10D 但是燕的農民數也補上來 燕現在是17隻農民 那十年只有15隻 現在這邊我們看到後銅跟著出來 還是要趕快把礦開出來 表示壓力有點大 這邊 燕就是已經持續拖你二礦時間了 他已經逼迫你取消二礦 現在只要再讓你更拖延喔 好 這邊的話再 對 重新放下來了 對 那這樣的話 現在的優勢已經來到燕這邊 不過這邊的話 狗數已經在急了 所以都能夠利用狗數給他給亂一點壓力 對 但是 也要看持有狗數要算不夠多 後一邊 後一邊 後一邊有狗數但沒狗 對 沒狗 雖然狗數量還是不夠 這邊雙方的異化蟲數量 稍微做一個簡單的交換 雙方還是在持續的補農民 對 家裡面要繼續補工兵喔 對 重新回到一個二礦的節奏 但是剛剛的這個壓制 達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農民數量依舊是燕裡 現在燕是23隻 那十年是20隻喔 對 燕這邊的話 先放下了一根地刺 怕對方一怒之下 直接來打個一波啊 對 這一邊燕就要 變成轉型為 穩扎穩打的一個局勢了 對 家裡面的話 浮化石這邊也已經在提升狗數了喔 應該這邊燕真的是 算是相當相當穩健啦 燕放下獨爆蟲草 這一邊放下 在主礦的地方放下獨爆蟲草 那我們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 十年有沒有機會看到 欸 這邊留了兩隻進來 這邊咬掉一隻公蟲 對 偷點了一隻公兵有賺 有沒有機會看到呢 看到了 是看到了 好 看到了 好 看到獨爆蟲草 對 這個一花蟲 十年這一隻偵查一花蟲 還是達到不錯的效果 對 那現在十年家裡面 則是自己提升了二本 這二本也是 有點帶走 對 蠻早的喔 對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一個空窗 那現在這邊其實要看 要看燕這邊要不要打啊 因為目前看起來 燕沒有生二本 有可能要直接做反推 因為還在補狗 對 燕還在補狗 然後燕的提速也快好了 這一邊 十年又留了少量的狗 來燕的二本來 嘗試做騷擾 對 又換掉了一隻公兵喔 不過這次死了不少狗 那等一下的防守 會不會有點壓力呢 目前雙方的公兵數 現在是燕領先三隻 但是燕的微服度領先喔 對 現在 喔 不過又補回來了 現在雙方就是都補回來 不過這邊燕的話 是大量狗直接做一個潛壓 哇 十年還在刷農 十年家裡面有沒有地刺 我們一在想 他有沒有地刺 沒有 我覺得很危險 非常非常危險 這邊大概要倒數囉 哇 這是傳說中的 富貴險中球 富貴險中球 然後要被一波打死 這一邊趕快下地 不過燕家都是轉放了蟑螂蟲 燕似乎也沒有要持續壓的樣子 但是燕這邊沒有提二本 感覺就是要打一波 對 它是要蟑螂狗獨爆一波 但是先來了 直接來了 因為沒有地刺 也沒有地刺 沒有毒爆蟲的情況下 這個況不會用 對 這個不會用 一打掉 難道二波再次打掉嗎 那 燕的頭很多喔 公兵毒爆出來了 有炸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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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狗的雖然好像沒有補出來 不過還好已經剩 微數不多的一波蟲了 今天是第一時間 從高地走下來 所以燕剛剛可能沒有視野 所以第一時間被炸個正早 這有點小 有點太大意了 不過家裡面 現在燕這邊 家裡面已經抱錢了 他應該是要一次抱大量的蟑螂 哇 十一 十一隻啊 那這是打一個 十年在潘克季的空窗的timing 對 那現在 因為剛剛在防火上 其實損失了一些工兵 所以現在才放下螺旋塔 有點晚了 嗯 那現在 我們看到後面 補的是異化蟲 沒錯 這一邊 因為蟑螂 蟑螂先生出來 然後後面接機動性比較高的提速狗 然後接下來 提速狗也可以少量來變一些毒爆 對 那現在蟑螂出來了 好 蟑螂出來 後面全部都是狗 那現在十年已經看到了 已經看到了 意識到了 那意識到之後 我們十年要趕快 十年下三根第一次做防守 對 三根太少了 對 三根應該會強 他前行點掉兩根就上去了 而且因為太近了 這三根可能蓋不到三分之二 我們的燕就已經來扣關了 這張地圖真的很小 來了來了 對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其實打一個兩框一波 或者是前期的10滴 效果都非常的好 哇 現在這一波壓了過來 我們看到前面的毒爆已經正在變了 正在變了 然後蟑螂去前面坦 然後待會毒爆去做一個輸出 而且這個地次因為比較近 不知道會不會被擴散範圍炸到 這應該會直接 可能還連... 好 一根好了 一根好了 這邊有沒有... 還是... 好 這邊變大量的部隊來了 來了 哇 這一個炸全部炸滿懷 這個守得住嗎 感覺是守得住 多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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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全世界都撞在一塊 對 全世界爆炸 對啊 蟑螂還剩很多 對 蟑螂直接上來 10年打下來GG 恭喜燕拿下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對 那我們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來進行第二場一個賽事 大家好 我是游藝鋼田的心愛選手輝 媽 不知不覺已經一個月沒有見面了 我都一直沒有回家 我很想你 這禮拜我們一起吃個飯吧 媽 母親節快樂